虞书转头向薛瑞求证 却撞见了他满目的阴霾 他正了一下问道 怎么了 有什么不妥吗 云华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你不是想知道 真正的破命之法吗 薛瑞的身躯僵直了 云华瞥了他一眼 心下暗叹 却毫不犹豫地告诉了御书 若寻得破命人是男子 论理当诸 因为破命人是相伴而生 杀一人则献一人 没有杀了男子才能寻得女子 而大安祸子之所以要寻破命人 则是因为只有大安祸子与破命女 才能孕育出天命太古 虞书慢慢地睁圆了眼睛 脑袋是嗡嗡作响 回荡着云华最后一句话 也就是说 大提点要我与锦臣成婚生子 目的其实是为了取太古天命 他胃力一阵犯酸 有一种抓狂的冲动 真相比他先前所有的想象都要丧心病狂 赵庆皇帝和大提点居然打着主意 要将他的轻身骨肉制成一副占卜的工具 别怕 薛瑞不必云滑就在面前紧紧地握住了他冰凉的双手 无声地传达了与他同退同静的决心 于叔的眼睛微微泛红 抖身道 他们做梦也别想 女人天生都有母性 哪怕破命需要的是他 错骨扬灰 都不如对他将来的孩子下手来得可恨可恶 就算去死都不会让他们得逞 他秉承清真道人的嘱托 进京就是为了寻找玄女六任书 并且毁了他 直到此刻 他才有一股发自内心的强烈意愿 毁了他 于叔抬起头 沉着脸对云滑道 没有天命太古 玄女六任书几乎无用 你带着他东躲西藏 又是何苦 不如将他交给我 让我想办法毁掉他 云滑摇了摇头 并未被他的三言两语说服 谁说他没有用 只要他一日在我身上 朱姆昭和那个昏君 就一日不得安宁 他们得不到玄女六任书 就算有了天命太古 又能如何 云叔异常冷静地指出疑点 这上头不过三千转字 两篇图文 只需拖映下来 要他何用 哼 要用太古神刻占卜 必须用到玄经上的 转字天书 玉朝下来的是没有用的 虹兄你可以问问你大哥 让他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他指着图解上的一行文字 雪瑞低头去看 脸色几经变幻 万般无奈地告诉玉叔 嗯 他没有骗你 太古神刻 手段非常 有了天命太古 唯有借助着玄经上的 转字天书 才能窥死天机 答案获自百年一出 每一句天命太古 同样堪用百年 过时便会失去效用 虞叔的脸色难看 睁开了薛瑞的手掌 按住了桌上的天书 直直地盯着云华 咄咄逼人的 为何不肯销毁他呢 难不成你得了选女六任书 还想要娶天命太古 你在归来居私下与我说过 你是奉了失命进京 难道你的师尊 不是让你找到选女六任书 就立刻毁掉他吗 云华双瞳紧缩 突然表情一变 你说什么 他十分确定 在归来居和他私下交流的那一次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向他提及 毁书一事 他也从来没有向其他人泄露过半个字 虞叔毫不退让 死死地盯着他 一字一句地重复 我说 你的师尊没有让你毁了他吗 你究竟是什么人 虞叔憋着一口气 不吐不快 他用力拔下了食指上的指环 举到了云华的面前 你不认得我 总该认得这件信物吧 这是师父他老人家亲手交给我的 我实话告诉你 我和你一样 都是遵从师命进京 为的就是毁掉玄宇六任书 云华猛地站起身 夺过了他手上的指环 仔细辨认后 难以置信地出声道 这是 是七星子 金针道人临别时 送给虞叔的黑色指环 和云华的诸葛同一样 都是取自开国六气 七星尺上的星子制成 虞叔当初就是通过这一点 判断出云华的来路 云华飞快地摘下了腰间的香囊 摸索出一块玉玲珑 用力地在桌上磕碎了 捏起了其中一颗滚圆的小球 对比着虞叔那枚黑色的指环 眼中渐渐地湿润起来 双手微微地颤抖 是七星子 是师父 是师父 虞叔没有料到 他会如此激动 火气顿笑 不知所措地看向薛瑞 有点后悔这么刺激他 薛瑞冲他摇了摇头 示意他等一会儿再说 他早就听到虞叔坦白 他进京的目的 也早就知道他和云华同一师门 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放心大胆地带着虞叔来见云华 说来可悲可笑 他对云华始终抱有防备之心 比起这个隔了二十年才突然出现的生父 他自然会站在虞叔这边 忧他所忧 仇他所仇 云华经历了短暂的失态 深吸了几口气才冷静下来 将指环与那颗小星球一起递给了虞叔 瑟瑟地说道 啊 原来如此 难怪我一直算不准你 我只当是你破名人的命数难测 却不想你身上藏有此物 虞叔不知道说什么好 云华这会儿看他的眼神可温柔多了 比起他对薛瑞的态度也差不了多少 让他刚刚攒起来的怒气没处失放 又憋了回去 与此同时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哎 您的身上怎么还有一颗诸葛铜啊 不对呀 他之前补算云华的生死 分明是可以算出来的 他将一问说出 就听到云华说 我有两颗七星子 一分为二 我手上的这一颗 不是时时待在身上 有时会拿给阿金和小猪防身 所以你能算到我的事 并不出奇 虞叔恍然 师父他老人家可好 云华不禁询问起清真道人 嗯 他身体好得很 一把年纪了 照样是能吃能喝能睡 虞叔觉得应该把他拜师的事 说明白一些 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了他 我是去年春夏拜在师父门下的 他老人家不曾告诉我真实性命 自称是清真道长 也没有说山门开在哪儿 我资质不佳 幸运师父点话 习得了六瑶术与八门生死绝 师徒相处不过百日 师父便为以重任 说他发过毒誓 毕生不再踏进安林城一步 命我进京 自从离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薛瑞静静静地坐在一旁 并不插话 虞叔有他的主意 他只需要静观其变就好 云华听得是连连点头 哦 六瑶术和八门生死绝 都是师父的本领 看来你是我的小师妹 无疑了 虞叔暗松了一口气 就怕他心存疑虑 接下来不好说话 这下好了 他不必瞻前顾后 有什么说什么 师父曾经在我面前提到过 说我有位大师兄 天赋秉义 又是绝顶的聪明 为人十分孝顺 云华先生 我斗胆 喊您一声师兄 敢问你为何违背师命 明明寻到了选女六认书 却不肯毁掉他 云华是满面的无奈 哎 不是我不肯毁掉他 而是我毁不掉啊 虞叔皱眉 这是何故 我汪才说过 玄京塔潜入磐石 烈火不化 不溶于水 并非是我的夸大其词 我曾想尽办法 也没能毁掉他分毫 只能带着他东躲西藏 逃避朝廷的追杀 若是你们不幸啊 大可以当场实验 这个原因听起来简单 却又让人无可奈何 虞叔突然体会到云华的苦中 这样一件毁不掉 又用不了的宝物 只能小心翼翼的贴身收藏 可不就是个甩不掉的祸根吗 那是我误会您了 他有些惭愧 之前他还口口声声的指责云华 怀疑他的用心险恶 薛瑞却是若有所思的 看着玄军背面的图文 逐行阅读 冷不丁的开口问道 治国要术上说 唯有历代大提点和历任皇帝 才有权限阅览这部棋书 在你盗取他之前 他一直都有四天间保存 那么 清真道长 又是缘何得知玄女六任书 并且一心一意要毁掉他呢 清真道人身上的疑点 多的是数不清 但是最让人在意的 就是他的身份 为何他对玄女六任书 有着如此强烈的执念 为了毁掉他 不惜先后 让两个徒弟以身犯险 同样是为人弟子 于书对清真道人 几乎是一无所知 他们师徒相处 满打满算不到三个月 云华就不一样了 他与清真 曾经是朝夕相处 情同父子 一定知道的比他多 师父没有对你说 他的来历吗 没有 于书敏锐地 从云华的语气上 听出了端倪 于是试探道 我想他老人家 一定有来历非凡 师兄 你给我讲讲 哼 有机会 你与师父重逢 当面问他 这是变相的拒绝了 于书不甘心 可也知道 他从云华的嘴里 撬不出什么话 于是偷偷地用脚尖 踢了踢薛锐 这种拼智商的时候 就该让主力上阵 薛锐心领神会 当即接话道 您不肯说 我们也猜得到 能够接触到 选女六人书的机密 如不是曾经在 四殿间做过高官 那就是皇室中任 清真道长 可以教出您这样的高徒 想必他是前者 我听阿淑 形容过清真道长 最少有八十高手 却耳聪明目 老当义壮 这样一位神仙似的人物 当年可不能是寂寂无名 找他的年纪来推算 倒叫我想起一个人 于书是听得入神 差一点脱口问是谁 还好他及时闭嘴 没有拖薛锐的后腿 是谁 云华相当配合 六十年前 闻名天下的 清阳义子 云华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仅有些微的异样 便被虞书捕捉到了眼底 他心中一喜 乘胜追击道 对 师父自称是清真道人 与清阳义子的封号 仅差义字 若非巧合 那他就是清阳义子 没错了 义子的封号 都是由当朝的皇帝 亲赐 通常有两个字 头一个字是姓 第二个字 则取家御 好比一百年前 南方夏江世家 本身姓夏 北方的文臣世家 本身姓文 后德封号 开辟世家 就成了父姓 也是一种 无上的荣耀 清阳义子 本人姓清 这个姓氏并不多见 要说清真道人 和清阳义子 就是同一个人 这完全有可能 哈哈哈哈哈哈 云华突然笑了 就像是从喉咙里 挤出来的咳嗽 要不是他仰着嘴角 虞书根本辨认不出 那是笑声 你们说的 倒像是那么一回事 他这是不肯承认了 虞书要的 不是这种 模棱两可的答案 他脾气上来 脖子往前一伸 两手撑到了桌子 凑到他的脸前 直接了当地说道 师兄 你就别和我绕弯子了 如今咱们可是 绑在一桃绳子上的蚂蚱 出了事谁都跑不了 你瞒着我们 有什么意思 云华的眼中带笑 闻风不动 不管师父是什么人 我都承认 你是我的师妹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回书 这就足够了 上回我就告诉过你 年轻人好奇性太重 可不是什么好事 虞书兴兴地推开 心里哼哼 你不承认我也知道 清真老道 就是清阳义子 薛瑞又为云华 蓄了一杯茶水 不再纠结 清真道人的身份 轻巧地转移了话题 我有一点想不明白 清真道长让你毁掉 玄女六认书 就没有交给你 毁去她的方法吗 还是说 他也不清楚 玄金是金刚不坏之物 所以没有交代 他不相信 这世上真的有什么 不可摧毁的东西 一物降一物 一定有特定的方法 可以毁掉她 云华收敛了笑容 深深地望着薛瑞 心中有些骄傲 也有些怅然 这是他和韩灵的孩子 他期盼了二十年的骨肉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他已然长成了一个 出色的年轻人 聪明 胆大 又细心 遗传了他们夫妻 所有的优点 不错 师父的确是告诉过我 毁掉她的方法 什么 于叔拔高了声音 他被她绕了进去 刚刚云华还在说 他尝试过 火烧刀劈都摧毁不了玄金 怎么 现在又说他有办法 唉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实话告诉你们吧 要毁掉玄女六任书 必须用到另外一件开国六七 于叔的思路急转 将六件器物在脑中过了一遍 薛瑞则是低头飞快地寻找到 治国药术上的几行 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纯军剑 纯军剑 没错 正是 纯军剑 于叔看向薛瑞 就见他的手指在玄金上滑动 念念有词道 执掌天下是玄女书 都转星仪是七星尺 圆容智通是太清顶 逢凶化吉是石如意 震设山河是福西盘 无间不摧是纯军剑 原来如此 这就是开国六七的威力 果真是惊世骇俗 于叔是听得仔细 像是治国药术上提到的开国六七 被薛瑞依依的对上号 他也是头一次听全了六七之名 只觉得气血上涌 忍不住的星驰神网